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爱还在山坡吃草 方有的却不知道哪去鸟 不是踏踏玩耍球那牛 方有的孩子往海啸 我叫周周 今年S3岁了 我从2019年开始拍摄斗云短视频 记录一些我们农村的原汁原味的生活 以前我爸那小时候他们怎样做的 然后有些东西都会被遗忘了 我的短视频的话 主要是拍摄农村的生活 包括了我们上山砍柴 下地除草 我们种包裹 种花生 以及我们去赶肠 陪我自己去卖东西 除了这些的话 还有我们农村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啊 和我们玩的那些游戏啊 反正这些就是我们最原汁原味的农村真好 我们这团队就是四个人主持 东马 他说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他现在和我一起附近拍一些美食 然后私底下还有我们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中原的军军榜嘛 他是老莫堂弟 跟着老莫学摄影 灰灰吗 他是从爱宁爱宁五年嘛 十二月份 我从我们同女家抱来的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慢慢长大 然后我们上坡他也上坡 我们下河他也下河 总是在我们旁边老莫 你别看他比我大 但是从辈分来他叫我输 是的啊 他拍视频的时候就要凶我 哈哈哈哈 老是凶我 你这样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不对 肉群不对 不行 你做太慢了 哎不行 你再玩你做太慢了 面对镜头啊有点害羞 然后表情僵硬 训练演技的话里面有些 看一些电影啊 那些电影的话很有很有演技了 那有什么没看见 然后慢慢的就习惯了 嗯 又克服了 然后进去再看开始 我现在坐车 你小子这一点行面 这么请你妈面 哦 还吃个哈帅 我请你 其实做美食的视频是很难的 有的网友可能会觉得我们 人是随便做一做就吃了 但是确实不是这样的 做美食视频 不像我们平时吃饭的那样 能够吃下去 吃得饱就行了 美食视频 不仅是要讲究美食的做法 更要讲究色香味俱全 至而它在视频里要呈现出 让人很有食欲 特别是在做一些 传统美食的时候 做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嘛 不经常接触到这些传统美食 所以我就会去向家里面的长辈啊 请教一下这个在怎么做啊 外面的那些逆度啊 调料的比例 以及那些下锅的顺序都很重要的 本视频 就跟欣赏的其他年纪 最先明显的 妈 你看 我拍的视频好多些吧 嗯 希望你长的车 我才没长点车 你看看 平 之前我也出去打过工 挺不习惯的在外面 出去了之后就特别想家 觉得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想回来守护一个人 我的妈妈 妈妈之前生病了 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他爸爸的身上 姐姐在读书嘛 然后爸爸在上班 我自己上班如果有钱的话 也得解决一点 让他爸爸分担一点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承担一份家庭的责任 抖音乐平台的话 能给我们年轻人很大的机会 因为像以前的话 想上电视上手机能看到的话 必须接受媒体采访 演电影才能看到 现在的话大家都能拍抖音 然后大家都能看见 在乡村我们不缺乏创新 因为乡村不仅有生态的 山山水水 营地的美食 还有生活的传统文化 这样的文化 就是我们源源不断创新的源泉 对于以后的话 我们想的是用短视频 宣传我们家乡的文化 在这样的技术下 建立一个具有家乡情怀 和地方特色的品牌 创造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就是想社交代理 中文化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